王安石,从古至今这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在近代之前,对于王安石的评价 抛开文学上被肯定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不谈 王安石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发挥这个才能所实施的西宁变法 一直是以贬损为主 特别是宋史中的评价 而安石乃积极以财力兵格为先物 引用凶邪,排柄中职,造破强力 使天下之人萧綦岳生之心 足之群奸肆虐,流毒四海 至于崇宁宣河之际,而祸乱极矣 在宋史中,王安石被列入奸臣传 被描述成了一个刚愎自用,排除异己 宠幸奸命,蛊惑圣上的小人 而到了近代,话锋一转 他又变成了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者 梁启超更是对王安石极尽一美之词 其得量汪然若迁寝之波 其气节悦然若万刃之弊 其学术及久留之脆 其文章其八代之衰 其所设施之事工 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旧其弊 更是对宋史中对于王安石的记载 大家踏伐 无美都宋史 为常不废说而拗也 为什么王安石的评价 前后会经过翻天覆地的转折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 要想解答这两个问题 我们就得先从他变法的内容下手 这一期我们先着重说一下经济方面 因为王安石变法最引人注目的也是这一块 如果各位喜欢这种内容的话 弹幕里扣一 我们便会再出一期讲讲军事与教育方面 王安石变法的措施 以及其失败的更多深层原因 这里先让大家从经济角度入手 来初步了解这段十分复杂的历史 首先来说说争议最大的轻描法 在王安石所在的宋神宗时期 土地兼并变得日益严重 农民在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 就只好向地主借粮 而地主又怎么能放弃这一波割韭菜的机会呢 于是便趁此机会放高利贷 高利贷的利率也高得十分离谱 有的甚至达到了200% 农民借是容易还时难 于是为了还钱 农民们只好倾家荡产甚至卖儿卖女 隋唐时期的长平仓法 原本是想让粮价稳定的时候 由政府出资购买 防止古建商农的情况 买来的粮食囤积起来 等到收成不好的年份 以低廉的价格卖出救济农民 等这个制度实行到宋代 就完全变味了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就是宋朝自立国之初到神宗时期 愈演愈烈的三种问题 所谓三种就是农官农兵和农废 咱们先来说说农官 农官这个毛病其实封建王朝都有 但是宋朝已经到了三个官员 只负责一个事情的程度了 官和职都成了虚职 挂着名头领着俸禄 只有特别差遣的官员才负责办事 官员变多 贪官自然也更多 于是长平仓里面的粮食 要么被官员私吞 要么被官员和奸商勾结囤积起来 等到闹灾荒的时候 高价卖出 吃人血馒头 而王安石的清苗法 把长平仓里的粮食 都拿出来换成献钱 把钱借给农民 利率只有20% 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仍然是高的离谱 但是已经比民间的 恶人们的利率低了很多了 农民得以获得喘息的机会 而因为三种问题 几乎空了的宋朝国库 也可以得到补充 接着是募议法 大致意思就是 如果雇人服役来躲避服役的话 不仅要交雇人的费用 还要向政府交钱 与此同时 被雇的人如果本身不愿意服役的话 政府也要收取免疫钱 这些钱最终都算在了地主的头上 对于地主的清算还没完 王安石又让政府重新丈量土地 不按土地大小 而按土地的肥沃平级收钱 可想而知 肥沃的土地肯定都在地主手里 王安石这样做 无疑又狠狠地在地主阶级一笔 政府还控制市场 推出示意法 政府设置示意物 在货品滞销的时候买入 等到需求量大的时候再卖出 这样不仅政府赚了钱 也让那些奸商失去了可乘之机 我们不难发现 前面这几个理财措施 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民不家父而国用饶 这几个措施也都是以政府的手段干预经济 也难怪胡适等人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者了 当然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封建王朝 这也就注定了他的超前变法不会成功 比如说清淼法 有的官员为了邀功勤赏 借此勒令老百姓借贷 结果老百姓还是要受到高利贷的苦果 再加上王安石变法 光经济方面就触犯了无数地主阶级的利益 这也导致了新旧党争 而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旧党就疯狂抨击王安石 王安石最终在党争中失利 被霸相 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势力由此反扑 王安石的名声从此在这位资质通建的作者 以及他所领导的旧党的笔下万劫不复 不过王安石变法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 保障了政府与广大农民的利益 为什么直到了近代 他的名声才有所转变 政府的原因 由于我们还没有涉及到王安石变法的教育 以及军事方面 所以先抛开不谈 那么农民呢 只能说广大的农民在封建时代的历史长河中 除了起义之外 根本没有发言权 也可以这么说 只要广大农民能够吃饱 这个时代就可以算作封建王朝标准下的盛事了 比如说康前盛事 在公元1793年 乾隆58年的夏天 英国使团到达中国 与马可波罗游记里描述的复述的中国截然不同 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销售 这些普通的中国人 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圣饭 都要千恩万谢 对我们用过的茶叶 他们总是贪婪的争抢 然后煮水泡着喝 看到外国人对于当时的中国这样描述 也就难怪张小浩的那句 星百姓苦 王百姓苦 会成为流传至今的千古名句了